中国女排0比3脆败巴西队,朱婷疲乏状态低迷,李莹莹替补复效率。 2018世界女排联赛南京总决赛来到了小组赛最后一场,中国女排与巴西女排小组同名之争,最终中国女排0比3巴西女排,比分为20.25分、22.25分和22.25分。 半决赛将面对B组第一的美国女排,比赛时间为19.45分,届时CCTV55,体育赛事频道直播将直播本场比赛。 本场比赛首发阵容微调,自由人改为林立首发,主公、朱婷、刘晓彤、副公、严妮、袁新月、接应、龚翔宇、二传、丁霞、自由人、林立。 从首发阵容看狼到基本派出了目前最强的阵容争胜。 可惜我们的状态比较低迷,一船被冲得708落,二船调整也一般,在巴西重点研究之下我们的四号位下球绿宙将,一直在巴西的节奏里被压着打。 赛后技术统计朱婷虽然状态低迷,全场被巴西队追发,一船今天表现略失水准,考虑到第一场打荷兰拼得太凶,精力估计尚未复原, 饶氏如此依然拿到了本队的最高13分,29扣12中,篮网1分,全队第二得分手是袁新月8分,14扣6中,二篮。 其余得分情况为,严妮、岑春磊和刘晓彤各6分,龚翔宇和李莹莹莹各5分,丁霞和胡铭源各1分。 李莹莹莹替补上场19扣5中,被篮和失误不计,无甚亮眼表现,唯一的一个记忆点是后场大电标给朱婷得分。 巴西队的坦达拉19分全场得分王,40扣16中,一篮二发。 明天半决赛加油吧!美国队一直挺克中国队的,被水一战。 美国队一直挺克力的,被水一战。